红光笔 酒精棉 将这些工具准备齐备后,我们准备一段光纤皮线 先剥掉皮线里头的钢丝 将皮线拉直 插入皮线前 和中间尺度一样长即可 用力拉出 光纤露在外边 我们用剥线钳 在光纤的三厘米处 将光纤的心部塑料保护层去掉 将酒精棉擦拭 放入尺度计 用光纤切割工具 隔入后 将其推到 胸前方 将其压下 轻轻一推 光纤切断 取出 将 冷战头 后端拧下 皮线插入 冷战子 有一个花压塑料 将其推在后方 打开后头 将光纤插入 将光纤插入 插入时 看里面 稍微拱起 将其压住 后头拧上 将塑料推向前方 戴上蓝色的塑料头 我们将其另一端 按同样方法做一下 将钢丝 将钢丝 拔掉 将皮线顺直 将皮线顺直 插入皮线前 用力拉直 此时 此时我们可以试一下 另一端的接入 是否 效果可以 插入红光笔 打开红光笔 我们可以看出 红光能传过来 灌死红光笔 将其拔下 我们用 红光笔 和红光笔 同样将其拔开 红光笔 酒精棉擦拭 酒精棉擦拭 割入红光笔 这样的话 我们可以再测试一下 切个面 切个面 如果平整的话 戴手心的 会看到一个圆圆的亮点 说明另一端做的 比较合适 我们将另一端的 接头 尾端 拧开插路 后端打开 将光纤插路 插路和刚才一样 微微翘起 将其压住 后端拧上 将塑料 压条向前一推 将塑料打开 蓝头插上 用红光笔测试 用红光笔测试 打开红光笔 将冷戒头插入 我们可以照一下 手心 小红色的圆点 非常明显 亮度可以 说明切路 比较不错 我们再将 我们再将 冷戒头插入 光纤收发器 打开光功率剂 调到1310波段 将另一段插入 光功率剂 测试为-10.87 10.9 当数值在小于-28之内 就可以传输数据 好,谢谢 明镜需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に